欢迎大家来玩大数据 这一段我们要介绍的是 生理资讯轨迹分析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 手边都已经开始 带所谓的小米手环 或是一些所谓的健康的一些 所谓的这种叫什么样的东西 穿戴式设备 没错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怎么样去把 我们生理的一些资讯串联起来 去做一些有效的一些运用 可能就请哲泉徐老师 再来跟我们做以下的说明 好 那其实在我们在谈到的 所谓的智能手环 有些穿戴式设备这块 我们主要要做的事情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我要从基因萃取 从你的基因序列 找出你的故事 可是在小米手环这块是 在你生活周边里面 你的运动 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你的体温 你的排汗指数 我们从这边来讲 去找出其他的问题 因为人是一个活动的活体 活体里面来讲 它就会有不同的环境 例如说23度 48度 温度的状况下 它的排汗指数的差异性 所以这边来讲 我们就可以开始从 生理资讯这边来讲 去做一个所谓的研究 我们过去而言 其实在我们本身的研究团队 在做所谓的心跳 血液 然后糖尿病 等等之类的这块 我们有去做相关的研究 这个研究里面来讲话 做的事情是 我们先透过你的智能手环 找出你的心跳指数 知道你的排汗的状况 依照我知道你的状况下 我再去验你的所谓的排出体内的 尿液的状况 去了解你的生理的状况资讯 而你会说老师 那这么多的资料资讯 到底有什么用呢 去想一件事情 假设一样 是33岁的使用者 一个33岁的男性 跟一个33岁的女性 他的心跳频率 因为他不是运动员 但是他心跳频率 忽然变高了 或忽然变低了 那是不是他的身体的质量指数 有做改变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想 假设如果是 所有有100个样本里面 一样是33岁的人 他如果均值的心跳 为平均89每秒钟 那你会发现说 这样好像太高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开始去想 那是不是把其他的母体萃取出来 那母体萃取出来之后 他是不是可能发生 什么样子的疾病 那因为这些疾病 我们就会去想 那我们是不是找 健保的资料去做比对 了解一下 他是不是有潜在的家族病史 跟家族病因 所以其实不要去小看 你手上的智慧手环 你的智慧手环所提供给你的资料 他虽然只是一个心跳的轨迹 当然这个轨迹 对于你而言 它是一个数值资料的轨迹图 但是对于大数据领域里面 他所要做到的是 所有的样本 去做均值的分析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自己知道 你的心跳忽然变慢了 你会觉得胸闷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你会跟医生讲说 你胸很闷 头很痛 医生会问你 几分痛 一到十分 到底是几分 很多时候你会很想问医生 什么叫做十分的痛 什么叫做一分的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从心脏的轨迹去找 我透过收集的资料 因为你头痛 表示你的心脏 还有跳动的次数 一定有做一些移动 那这些移动要怎么去做改变 就是说 我们去想 是不是因为 你的工作压力过大 你的心跳变快 因为你的心跳变快 也影响到你偏头痛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 还是因为你用了其他的药品之后 才造成偏头痛的状况 我们用这个轨迹 把它变成大数据化 用数据化的管理 知道你的过往的资料 再来比对其他人的资料 样本的概念的定义来讲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小学的 实验组跟对照组的模式 所以假设我有足够的母体的实验组 我有足够母体的对照组 我就可以精确的找出来 这些所谓的不愉快 或不舒服的状况的疼痛指数 到底是从哪里萃取出来 而这个资料呢 我们回过头来去想 未来医生我有可能会问你 你是不是人不舒服 是 那医生就会主动告诉你 因为你的心跳变快 那这时候医生会给你下的药品 有可能就是 降低你的心跳的频率 降低你的心跳的次数 而改变你的这个心跳的频率之后 你有可能就会影响到的事情是 你的头就不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说 每一次都要去进行所谓的核磁共振 每一次都要做轻入室治疗 它本身的人就可以用数据化的方式 去做协助跟管理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会变成说 你是对你自己身体本身 并不是完全的了解 可是经由这些数据的一个记录跟累积 再去比对 所谓的其他人的大数据 整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概念 其实你就会去发现自己本身的一些 这部分的一些差距到底在哪里 去做这部分的一些改善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假设如果今天越来越多的资料给我了 其实很多的data collection完之后 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在后期的基因序的分析 我们今天搜完这些资料之后 过去你的基因序 跟现在的环境做比较 比较完之后给你最终的答案 而最终的答案将会是最准确的答案 当我们今天去想 医生为什么会有明医 因为明医的过去就是因为 他的经验指数非常的多 他看了太多的个案 他知道你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投了药给你 但是医生投药这件事情 他所要冒的风险在于 剂药的剂量的多跟寡 大跟小 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排斥的状况 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量化表 我就知道 当你心跳到 振幅到10%到20%的时候 我们给你10%到20%的药剂 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用药过当的可能性 未来你对药品的部分排斥的机率就会变低 这就是数据大数据在用到医疗医学里面最大的突破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谈另外一个案例 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有提到一个行动照护生理感测系统 这个感测系统它价值是什么 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在我的鞋子的底部里面装很多的感测器 当你今天还没有跌倒 但是你有可能会发生 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了 这个状况下 你有可能走入的行为跟过去不一样 我的感测压力点 压力侦测器就可以知道 你在A点B点C点的差异性 你的比重的差异性不一样 所以有可能你脚已经快要外翻了 你慢慢轨迹下去你就会跌倒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预防上面来讲话 提供给你最好的工作就是 我用手机的apps给你预计 告诉你如果你快要跌倒之前 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所以你有点脑平衡上的问题 你需要先去看医生 可以避免掉你真实跌倒的状况发生 再来如果是在老人长照这一块 因为老人家他如果下床的姿势不对 他有可能会跌倒会骨折 所以当他如果脚底的袜子上面穿了压力鞋 他每一次每一次所下床的动作 我们可以做着实的记录 避免掉他未来一下床之后 骨头就骨折的状况发生 这是其实在所谓的行动医疗 照护生物感受系统里面 我们很常在做的应用 那所以说其实这些应用呢 包含在一些所谓的晶片元件也好 包含在一些所谓的开发元件也好 其实蛮多的医院 蛮多的所谓的照护业者 其实也很分分投入才去做 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在 所谓的computest的展里面 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相关 穿戴式装饰的应用 就是要为了要解决我们在 长照医疗里面 在大数据管理里面 透过数据量化的方式 协助你避免掉发生 医疗状况需求的可能性 这以上这个说明 所以真的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更精致的一个 这部分的一个照顾 对当然当然 其实假设如果我们今天 希望能做到的是 百分之百的服务环境 百分之百的安全环境 那当然我们就要用 资讯的方式去做 我们要用大数据的方式去做 协助护理人员弥补掉 他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OK谢谢